另外花蓮市长魏嘉贤和家福中心的促成之下 27号上午巧聚实业社 丰之香有限公司 以及沙利经典美食有限公司等单位 特别响应家福的心愿术活动 攜手捐赠了平板电脑 让一名国山的学生可以完成他的心愿 花蓮市公所日前与远东百货花蓮店合作 延续办理已有8年的圣诞心愿计划 邀请民众一同完成500位偏向孩童的小小心愿 27号上午在花蓮市长魏嘉贤与家福中心的促成下 巧聚实业社 丰之香有限公司 以及沙利经典美食有限公司也特别响应 攜手捐赠平板电脑 让一名国山学生可以完成心愿 并在市长魏嘉贤的见证下 亲手交到学生阿嬷手中 我们这次透过圆百学院书的活动 然后看到就是有需要的小朋友 那我们这次跟巧聚企业社一起合作 然后把平板然后捐给有需要的小朋友去做使用 让他们在学习上更无阻碍 然后也借机就是达到我们企业社会责任的部分 那我们也希望就是透过这个活动 然后可以让花蓮更多企业一起来完成这个善举 配合我们的嘉福中心及花蓮施工所 然后做一个捐赠的仪式 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做一个企业责任 去做一个捐赠 那让小朋友也可以圆梦 那让他在求学过程中也非常的顺利 那我们的企业这边也可以感到非常的开心 跟能够有容颜的做这个工艺这样子 嘉福中心也感谢各界的帮忙 让学童们都能有圆梦的机会 那今年的圆梦计划 其实也谢谢所有的乡亲的帮忙 那我们其实募集的状况都很顺利 那这一次特别也感谢施工所在连结的资源 然后让我们孩子能拿到顺利拿到平板 那平板的使用其实现在对于我们的孩子而言 其实是相当的重要 尤其这次的捐赠的对象 其实是果山的学生 然后面对升学 然后面对现在很多线上的资讯课程 其实这样的东西对孩子的整个升学而言 其实是相当有帮助的 那有些孩子真的需要一些物资 还有一些资讯设备来协助他们 来做一些未来的一个学业上面的一个发展 但是在一些条件上面不允许的情况之下 那我们孩子只能透过心愿卡的部分 把它写在上面 那我们真的非常谢谢花莲有非常多的一些扇心企业 看到了这些心愿素的卡片之后 让孩子的梦想成真 在此我要谢谢我们这么多的好朋友跟三星企业 心愿礼物热眼活动执行八年来 已经累计送出超过3000份礼物 家福中心也感谢华联市公所 一直以来非常照顾家福的孩子 并适时提供协助 让家庭在短暂期间的运作可以更加顺利 记者许立晴华联市报导